好360度看中國要先關注到的是 北台灣在週收假期的時候是降溫了 那麼在大陸其實多地也是同樣的溫度驟降 而且寒流就來襲一夜入冬的感覺 官方的數據就顯示說 北京在17號清晨的時候 其實已經出現了攝氏0度以下的低溫 是52年來最早的 而且甚至在吉林出現了零下19度這樣的低溫 這個讓原本就已經吃緊的供電問題 現在是更加嚴峻了 目前呢其實就是因為限電波及到了 民生用電的東北三省呢 在這一波寒流當中就是首當其衝 供暖的需求現在大增 讓民眾普遍都很擔心說 如果限電的情況沒有緩解的話 那麼今年真的要很難過冬了 所以現在為了要確保發電 並且讓民眾可以順利的度過冬天 那麼大陸的官方 除了是一再的宣示要保障煤炭供應 那麼像是山西啊 還有內蒙古等產煤省區呢 現在更是大張旗鼓的對外公煤 同時為了要鼓勵民間電廠發電 著手推動燃煤發電 收購價格 市場化改革 那麼新智上路的第一天 其實江蘇的交易電價就已經上漲了 19.94% 另一方面呢就是面對煤炭價格暴漲 供貨又吃緊的一個情況 大陸煤炭工業協會 最近是要求了煤炭企業 要增加發電用的煤炭的供應量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歷時21個月建設的天津港北疆港區C段 智能化集裝箱碼頭正式的投產運營 那麼天津港集團的黨委書記呢 剛好也是董事長他就介紹說了 這個就是全球第一個智慧零炭的碼頭 是以全新的模式呢 為世界港口智能化升級 以及低碳發展提供了樣本 那他也提到說啊 其實全球現有的自動化集裝箱碼頭呢 其實大部分呢都是通過新建的碼頭來實現的 沒有辦法滿足絕大多數傳統碼頭 要自動化升級這樣的需求 那麼天津港是從2019年以來 就是逐步的要攻克全場軌道橋 自動化升級改造 還有呢就是無人駕駛電動 吉卡車隊規模化的運行 以及呢傳統集裝箱碼頭全程的 全程是要自動化升級的改造技術 那麼先來聽天津港第二集裝箱碼頭 有限公司總經理楊榮他的說法 我們港口的智慧大腦來進行呢智能的調度指揮 這個碼頭呢是使用了5G加北斗創新融合方案 而且呢通過5G和北斗呢也能實踐 厘米級的定位以及這種呢優化的調度算法 使得呢我們整個的生產場景真正的實現這種智能化 所以這種碼頭它就是有智慧大腦這樣的稱號 那麼首創的智能水平運輸系統 將廠橋啊還有岸橋等等的碼頭 關鍵設備全部都串聯起來 那麼這個大腦就是基於AI科技 那麼自動得出一個最優的裝卸方案 並且指揮各台設備 效率是比傳統的碼頭還要再提升了20%左右 那麼新碼頭還有智慧的手腳 新一代智能水平運輸機器人 他們擺脫了以前只能夠按照既定的路線做既定工作 這樣的射線通過了搭載的就是激光雷達 還有視覺的攝像影頭呢 以及呢毫米波雷達等等多種的傳感器 現在就成了一個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智能司機 這個跟傳統的碼頭相比喔 這個零碳碼頭它沒有化石能源 全部用電電力供應是全部都是來自於風電還有光電 所以也實現了能源消耗以及生產環節的零碳 那麼同時這個碼頭的工藝啊 還有流程設備等等全部都是實現的低能耗 比傳統自動化的碼頭節能17%以上 最後一個焦點我們要來關注到的是大陸現在要消除貧困嘛 那麼第二屆聯合國全球可持續交通大會 10月14到16號的時候是在北京舉行了 那麼消除貧困也成了各方現在屢屢提到的一個關鍵的詞 那麼聯合國副秘書長劉正明他就表示說 大陸的建設呢現在可持續交通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特別 就是通過交通發展助力減評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那麼他希望通過這次大會呢 大陸能夠跟其他的國家來分享相關的經驗 助力區域性以及國際性的可持續交通的發展 那麼交通運輸部的部長李小鵬他是說呢 大陸的政府是以建好管好 護好運營好這樣的四好農村路為牽引 積極的推進了貧困地區 建設一些外通內聯 還有客車可以到村 以及安全便捷的交通運輸網路 大力的提升了城鄉客運 客貨運輸服務的水平 那麼為了貧困的地區如期的可以打贏 讓脫貧攻堅戰呢是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所以官方也喊出了說道路通就是百頁星 好另外我們持續來看到是大陸國家統計局 在今天上午是公佈了今年前三季的國內生產總值 那麼其中GDP增長率大約是4.9% 比預期的增長目標還要低 持續恢復發展 主要宏觀指標總體處於合理區間 就業形勢基本穩定 居民收入繼續增加 國際收支保持平衡 經濟結構調整優化 質量效益穩步提升 社會大局和諧穩定 初步核算 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 823131億元 總體來看大陸前三季 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半年回落了0.1% 分點低於預期 那麼主要就是因為國際環境不穩定的影響 而大陸國內居民消費價格是微幅的上漲 另外路透設施分析指出了大陸的經濟 也受到了疫情趨緩的影響 開始慢慢的復甦 但是能源短缺還有恆大債務的問題 可能會成為影響大陸前三季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 以上就這節的360度看中國 啊 是 有 有